拉起封鎖線 見識人員在場採證 開槍地點在高雄市 岡山區一處民營宅 受天所援 僅晚間七點半左右 獲報前往處理家庭糾紛案 到場前已經有棍棒鬥殴情況 沒想到六十四歲 蔡姓男子在警方抵達後 又拿鐮刀返回 朝四十三歲的侄子頭部攻擊 眼看無法制止嫌犯 在情況急迫之下 共朝嫌犯開十五槍 造成嫌犯腹部腋下跟雙腿中彈 有鄰居表示 疑似是為了土地問題 家族成員起爭執 警方來了之後就聽到槍響 嫌犯送醫搶救後宣告不治 另外有三名親屬受傷送醫 警方則表示 為了防止民眾生命遭受危害 大膽正確使用槍械 全案也將依法依送偵辦 華氏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氏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